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冬天如何把这个兰花养好 因为很多养兰花的朋友呢 都是在自己家的养台养护的 而由于冬天天气冷了 很多朋友都会把窗户给关起来 所以造成一个环境非常干燥 非常不通风的一些问题就行 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这个兰花是比较喜欢一种 湿润通风斗气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可以在兰花的旁边呢 或者是在兰台呢 我们多种一些其他的花卉 混合一起种就可以产生一个小环境 比较湿润的一个小环境 让这个兰花更适合在这个小环境生长 尤其是在兰花的周边呢 种上一些水培的植物 这样的话会增加一个空气的湿润度 更加适合兰花生长 那么第二个就是温差 因为我们在封闭的阳台养护这个兰花呢 这个温差会比较小 达不到一个温差的条件 所以对这个兰花继续能量呢 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增大温差 最好是在白天的时候呢 打开窗户 给它多晒晒太阳 增大这个温度 这样的话会给这个兰花增大温差 有利于它组成能量 这样的话有利于部分兰花的一个春花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通风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环境不通风呢 很容易引起这个兰花这个叶片呢 出现干枯或者是干尖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要多经常给它开窗 让它透透气 对流一下空气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环境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冬天如何养好 养在阳台的兰花